神木上头出现了台湾奇景 南投县国庆乡的北港村 在这个地方有一株树林三百多年的加东神木 树干已经呈现中空了 不过依旧生机盎然 而更神奇的是 如果你是从特定的角度往树洞里头看过去 竟然会看到一幅台湾地图的样子 也让游客是嘖嘖称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树干大大要七个人环抱的大树 就位在南投国庆乡北港村北顺步道旁 这棵加东老树最近话题不断 因为仔细往树干一瞧 这棵树洞觉得很眼熟 再放大来看 这棵树洞呈现了台湾的形状 相似度相当高 台湾碎啦 当地居民嘖嘖称奇 因为这棵老加东树 树林已经有三百多岁了 树干已经呈现中空 仍旧生机盎然 还出现了台湾的形状 此外这棵树还历经了两次的大水灾 都被同一个村民捡回来 也被誉为生机 这棵树不能卖 因为这棵树以前是土体工在这里 八七水灾后再遣走了 种种的故事现在陆续传了开来 变成游客拍照热门的打卡景点 更有人直呼这树神木真是爱台湾啦 记者魏少宇难道报道